与军中同袍并肩作战 澳洲国防军热血宣传片招募兴血 现在不仅海外人士也有机会能够加入从军 还能同时成为澳洲公民 海外一线可以绕地球一圈的澳洲 人口却只有2600万人 专家分析由于澳洲在印太地区 地缘政治相对和平 加上年轻人从军意愿不高 澳洲国防军面临4400人员短缺 有鉴于美中矫力升温 为了增加军事贺阻力 最快的方式就是开放海外人士从军 澳洲政府宣布7月1号起 率先向纽西兰公民开放申请 只要服役90天就能成为澳洲人 当局表示明年1号开始 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其他五眼联盟国家的民众 也能加入澳洲国防军 申请资格除了必须在澳洲居住至少一年 近两年内没有在外国军队服役 最重要的是必须具备澳洲永久居留证 并非一般公民都能申请 当局强调这项招募政策 不会影响他国从军人数 计划每年开放350个名额 逐年累积 期盼2040年 能让国防军永久兵力维持在8万人 印太局势日趋紧绷 澳洲开放非本国人从军 以换取公民身份为诱因 期盼能改善兵远短缺困境 增强国家国防实力 暂时新闻新电话报道